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几聪 今天呢 我在我的youtube的留言区里面呢 我看到有一个观众 他留下了一句不是很友善的留言啊 他就说 卫生 你身为一个柔佛人啊 我们 六周选举关于什么事啊 这样 这样多事的吗 OK 好 所以我今天我就做这一期视频啊 来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六周选举对于马来西亚全国性来说呢 有什么样的影响 即使 远在楼佛的我也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OK 你要看啊 这一次这个六周选举 什么周有选 其实呢 老实说回教党那三周呢 也就是吉打吉兰丹丁加入了 真的是不关我事 那三周真的是不关我事 然后呢 另外三周 西蒙三周 也许深美兰不是很关我事 但是呢 这个雪兰儿跟这个兵城呢 是肯定关我事 而且关系到我们马来西亚3300万人口 所有人的事 就算是沙巴沙巴人也关我 告诉你 为什么 最新的统计出来了 你知道呢 这个雪兰儿一个周罢了 他贡献了多少%全国的GDP吗 25% 也就是呢 马来西亚每赚 10块钱 2块半是来自这个雪兰儿 然后这个冰城呢 也贡献了 好像是6%这样的GDP 跟其他周数比起来是很多的啊 OK 这两个周是超多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马来西亚最发达的两个周 如果你联邦私家需标算的话 跟周数来算的话 最发达的两个周 城市化最高的周 就是这两个 雪兰儿跟冰城 啊 马来西亚制造GDP最多的也是这两个地方 啊 所以 你说 这两个周 接下来5年会由谁来做政府 啊 你说关我们事吗 啊 千万不要学那位马华的天才说 啊 那这次的人民26亿 请问你的口袋有少一块钱吗 你的bank account有少十块钱吗 啊 千万不要这么白痴啊 OK 完全是关系到我们的 马来西亚好 我们就好 马来西亚不好 我们谁 也不能幸免 大家一起遭殃 啊 这个冰城跟史拉莫 啊 如果呢 啊 落入不适合的人的手上的话 啊 马来西亚的 工业 商业 各种各样的行业 啊 都往下掉的话 啊 啊 沙巴沙文 沙巴沙巴人都无可幸免 没说我罗佛人 我罗佛人还是同一块大路上的啊 OK 也是一样无可幸免 啊 所以呢 啊 请大家看待这个课题呢 啊 必须要以比较宏观的 啊 角度来看 啊 啊 这个 啊 对于马来西亚 GDP贡献很多的州 肯定是跟我们有关系 反而 那个回家党三周 他们贡献的GDP是很少罢了 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啊 OK 现在我讲的第一个点啊 纯粹是用经济的角度来看 到底这个六桌星期关我们什么事 啊 OK 啊 然后我 结论一句就是呢 如果这个 西蒙三周 交给了 回教党去治理的话呢 啊 结果 然后这个西蒙三周 最后沦落成 吉兰丹丁加努 这样 啊 这样 我刚才说啊 冰城跟这个雪兰的GDP有三十多巴仙 以后可能变成三巴仙 你说 身为马来西亚人 你就算是远在沙巴沙瓦 还有我 柔佛 我们 会安然无恙吗 我们会完全不受影响吗 你想一下 啊 OK OK 经济的角度我讲完了 我现在讲一下第 第二个角度 这第二个角度呢 就是呢 从马来西亚政治的角度来看 OK 其实 这个六周选举呢 是安华政权的最后一场考试 啊 他考完这场考试过后呢 接下来四年估计是没有考试了 因为已经没有什么选举 有也是补选吧 补选不重要了 OK 所以 这个六周选举对他来说是最后一场 比较有规模的大考啊 OK 然后呢 这六周选举呢 对于这个安华政权啊 是非常重要 至关重要的 啊 就要看他能不能保住这个西蒙三周 如果他可以保住这个西蒙三周的话呢 就代表了 他还是有本事在华人跟马来人之间 做出一个很好的平衡 在保住绝大多数马来人票的情况之下 也可以拉一些马来票过来 然后维持这一个政权啊 我讲到重点了 维持这一个政权 这一个信心啊 不是安华要给自己的 他要给他的盟友的 他的盟友有谁 整个团结政府里面有19个政党 他最主要的两个盟友 一个就是博胜 还有一个就是东马 尤其是东马 你必须要 把这个信心给你这一些盟友 让他们对你也有信心 我们可以跟你一路走到底走多一个四年 即使到了四年后 重选的时候 我们也有信心 all in你啊 我们一起来对抗这个绿朝 一起来对抗这个国盟 但是如果你这个六周选举你输掉的话 你交出了一个满江红的成绩出来的话 你说你的盟友对你还有信心可言吗 如果对你没有信心的话 也许现在可以勉强跟你走完四年 四年后呢 还看你吗 人之常情啊 将信比信 你们知道的啊 OK 所以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 你说这个六周选举重要不重要 我跟你讲重要 安华呢 安华呢 接下来呢 他对他那些盟友啊 尤其是国阵 尤其是东马 他到底他的腰骨的站不站到直 就要看他这个六周选举成绩怎样 这个六周 选举成绩如果是漂亮的话 他在他盟友前面 腰骨站到直 讲话都大声一点 如果他输到很惨的话呢 你说了 他可能要像个气概这样啊 像这个国阵跟这个东马 低声下气啊 你很想看到这样几秒 我是不想啦 OK 所以我在这里呢 我就跟你们分析了 从政治角度来看 这个六周选举对我们 到底 有什么影响 所以 总的来说 即使我是一个远在天边的柔佛人 六周选举看起来不关我是 但是 我用经济跟政治的角度跟你讲 他绝对关我是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时候 谢谢大家拜拜